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妮 你今天真美 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就正式结婚了 很开心吗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好 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 是林氏企业的负责人 林天乐先生 他近日代表中国公司 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建筑 雅宁项目的竞标之中 一举击败了其他47个国家的竞争对手 顺利中标 那位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成功的感言 你好 林先生 那我知道您的父亲啊 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 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哦 冒黄 他现在还没有醒 你快点醒过来吧 林氏企业 一醒过来之后 看看天乐 我希望你不是醒来 健健康康的 天乐现在 我们再次也同心地祝福您的父亲 我听说您之前啊 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 那后来怎么会想着回林氏公司呢 哦 那不是因为我爸病了吗 嗯 所以没人管公司了 必须得回去 不回去的话公司就垮掉了 至于自行车店 当时是为了好玩 自由没人管 当然了 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 后来知道我爸爸生病了 我才知道 家庭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 其实你不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 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 没有办法靠自身能力来掌控的 除了我爸爸病倒之外 我还有一个好兄弟 脑子里长流 做了一次手术 差点把命松掉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想祝他早日康复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不知道我 送他进手术台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 这是什么 她的女儿才这么高 我从他女儿身上 读到了一种坚持 一种勇气 甚至是一种责任 所以我想说 想天乐不 那我为什么会回到 我想 连世公司去 谁能不能源于这份责任吧 是 嗯 嗯 天乐帅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再过一段时间 嗯 嗯 这次的创意 源于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啊 对 她是一个 钻石设计师 我曾经答应她 带她去看 地球上最美的星空 但是我想 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 嗯 嗯 没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好吧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地说一下这个女孩呢 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她 她没什么特别的 嗯 很普通 爱笑 单纯 但是她很美大 其实我想说我 一直 欠她一个 道歉 我也知道其实对不起这三个字对于她来说 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 但是我想真心地跟她说一声 对不起 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能让我回到过去 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 我想回到那个 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想告诉她 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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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很蓝 世界好大 爱是否会悄悄消散 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 坚持多久才能靠岸 保持沉默 试着洒脱 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像一只发了风扑火的飞蛾 坚持着信仰的执着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保持沉默 视觉洒脱 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像一只发了风扑火的飞蛾 坚持着信仰的执着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起一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不愿回到你曾经是一个孤独的自己 从你闯入我内心的那一刻 宁愿束缚自我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一帽 今天穿着这身衣服 我就是你的人了 宁愿束缚自我 我喜欢你 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宁愿 你怎么会在这儿呀 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看 不许你才流浪 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 墨镜也别戴上 看看我给你的晴朗 也许明天的路很长 也许明天的路很长 未知的旅程又迷茫 未知的旅程又迷茫 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 借着伴 朝着未来一路前往 爱是个梦法师 不停换这方式 把你名字变成西纳里的钻石 爱是个梦法师 你们怎么都来了呀 你们怎么都来了呀 我们的位置 让每一刻都停止 不许你才流浪 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 宽阔的肩膀 我今夜别戴上 看看我给你的晴朗 也许明天的路很长 未知的旅程又迷茫 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 借着伴 谁呀你 我 就是送戒指的 谁让你送的 我让他送的 你谁呀你 我也是送戒指的 把手给我呗 别不好意思了 嫁给我呗 假的 我不要 真的好吗 每颗都是真的 嫁给我们 我不要 嫁给他 嫁给他 你又嫁给他 处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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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群众的强烈要求 也不好反对呀 处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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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